他的聲音會隨於遠近而有大小聲 媽超扯的 哈囉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介紹 如何使用Big Screen 來跟朋友一起看電影 那我們以前在看VR電影的時候 可能都是直接投放一個螢幕在裡面 這樣做觀看 以前我們跟朋友一起看NBA的時候 可能只是大家直播 你用你的電腦我用我的電腦 然後我們一起看 那可能不會有同步 那我們頂多就是用文字來做溝通 可能說這個誰進了三分球 誰抄劫 誰犯規變成怎樣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透過Big Screen 讓我們雙方同時擁有一個虛擬的螢幕 然後處在同一個空間看同一個螢幕 然後聲音是可以同步的 這個功能我覺得非常的讚 或者就像我們以前玩淡水阿給 還有開房間那樣子 我們就開一個房間 然後在裡面的私人電影院 我們播放我們想要聽的音樂 我們看我們想要看的電影 然後 我們可以拿著虛擬的爆米花 虛擬的可樂 這樣子跟朋友一起聊天打屁 看電影這樣子 這我覺得是非常棒的體驗 那一起來看看怎麼做吧 我們就進到我們桌面 點選Quest 2 內容儲存空間 然後點選Movie 裡面就我們拖一進來的影片了 這邊我們進到這個Home裡面 然後要點這個Video Player Local Video Files 我們的影片就到這邊來了 哈囉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款遊戲 叫做 National Geographic 哈囉大家好 今天是有個厲害的探索兼攝影師 而拍攝出來的 而遊戲中我們就是要扮演 這裡可以用3D模式 可是如果你如果是2D的影片的話 會很暈 還有另外一個地圖是南京中 我們要乘坐滑亭 在冰上 這邊我們要創建一個房間 等等再用電腦端 The Steam Big Screen 然後 加入這個房間以後 就可以投放電腦畫面到這裡面來 首先我們要按這個Hosting 然後用Movie Movie Only Me把它改掉 改成Previde Invite Only 然後這裡可以設置人數限制 2到4個人 就用個4個人 然後Save Rune Changes Successfully 然後結束以後 然後我們再從這邊按 Show Rune ID 那我們接下來就到電腦端去做設置 打好我們的密碼 我們就可以進入Connect連接我們的電腦 記得右下角這邊 音量鍵這邊要改成Big Screen 這樣子我們才可以到頭盔裡面 共享那個音源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立場看影片了 然後可以調整 會的大小聲 如果覺得太大聲的話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這個 Big Screen裡面有什麼功能吧 好了這兩個就是一個是 投放電腦的畫面 一個是 播放本機的影片 Public Room 然後還有Lobby 這個Lobby它可以去到大廳裡面 然後你可以看到 我現在進去看看好了 裡面有很多人 我們可以到這邊 看你自己想要看的電影 Titanic 然後檢票 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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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可以播放你任意你電腦能放出來的影片 我覺得放著前面音樂 然後後面可能大家聊一天 然後可能四五個人這樣子 我覺得非常棒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分享 多謝